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10月30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一節跟大家繼續揭露香港的正式問題 這一節要繼續跟大家說 是接下來2023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從這個區議會選舉繼續揭露 香港現在的種種問題 又會有很多人認為 不關我的事 不要跟我說 這個態度又錯誤了 就算你覺得時代革命也好 反送中運動也好 佔中完結了也好 其實 永遠 那個正式問題永遠都是我們 其中一個要面對的問題 能不能夠 改變 當然沒有人知道 永遠 但是永遠的問題也是擺在你前面 當然除了政制之外 我們這一節要毫不留情地繼續跟大家揭露 揭露這個 香港人為甚麼好像永遠跟民主 的緣份那麼淡薄 其實真的有原因 這節我們要揭露的 是跪低的組織 仍然是被拒絕 進入2023年 香港的區議會改革之後 的版本的選舉 包括 一個 是民主派 一個是建制派 同樣地慘遭拒絕 一個叫做香港民主黨 一個 一個 叫做實政原廠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我們的舊頻道 大家仍然可以訂閱 敬請訂閱我們現在 這個正在廣播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我們還有一個後備頻道 敬請大家 記得按訂閱 這個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來看看2023年 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改變 在2019年 香港 香港 差不多是最後一屆 是有民主選舉 的區議會選舉 當然 你可以投票 不代表整個制度就非常 完全民主 但是最低限度當時還可以投票 2019年的時候 區議會足足民選議席有452席 議席總數是479 現在改革之後會是怎樣呢 民選議席 大幅度下降到88席 但是值數的總數 是470席 即是說無論你怎樣投票也好 我當你88席全部拿了 其實這個民主派 可以拿到的議席 極其量透過選舉 就是88席 換言之 其實是連五份一也不夠 一個這樣的區議會選舉 根本 已經徹底 違反了所有 正常的民主邏輯 這個區議會選舉 當中 當然議席有27席 然後剩下的地區委員會界別 176席 再加上委任議席竟然到了179席 即是說 民選議席 誠意也不夠委任議席那麼多 你回答我 這個區議會到底是一個甚麼機構 這個根本 跟中國大陸的人大代表 以及政協 是一點分別都沒有 即是說 其實現在的區議會徹底 是中國共產黨 的一個組織機器 民選議席已經下降到88席 好了 作為香港的反對派 還有民主派 一個 徹底的中共組織 根本沒有任何的必要 以及如果你真的是民主派 你根本沒有任何的路線圖 進入一個這樣的所謂危議會 結果 香港 就是有個民主黨派 就是民主黨 大家就知道了 民主黨 打算 要參選 派了6個人 走去 參選 但是 提名結束了 拿不到 足夠的提名 是什麼原因 以前 區議會選舉 你要拿提名 提名就是來自你當區的選民 那就很正常 有權投票給你的人 有權提名給你 現在的區議會 你不僅要拿到選民提名 你還要 拿三會提名 三會 你以前聽都沒有聽過 因為是新建立出來的組織 跟國安公署差不多 分區委員會 撲滅罪行委員會 以及防火委員會 聽起來好像沒甚麼特別 實際上 三個組織是徹底由中國共產黨控制 的機構來的 即是說 他不頭 你絕對不能入閘 結果發生了甚麼事 就是民主黨自己通過黨內大會 派了六個人去參選 到最終六個人參選都拿不到 三會成員的提名 所以全部 是沒有辦法入閘 另一個 另一個是建制派 的政黨叫做實政元卓 實政元卓的領頭人 就是田北辰 田北辰 這個實政元卓派了五個人去參選 結果只有一個人 獲得三會的足夠提名 即是說這個雖然是建制派的組織和政黨 但是派五個人去參選 只有一個人 獲得提名 其餘四個全部 被拒之於門外 跟 香港的民主黨一模一樣 這件事就奇怪了 民主黨派 雖然我們不覺得他是 實際上他在做的事跟建制派差不多 你去參加一個極度不公義的區議會選舉 說要服務市民 實際上市民不用你服務啦 你看不到現在有地區關外隊嗎 連建制派的實政元卓派五個人去參選 也 不能夠獲得提名 只是一個人能夠獲得足夠提名 其實你再去參選 除了 你告訴全世界你是建制派之外 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原因 你去參選 對於 香港的民主未來有任何的幫助 我相信 稍為對民主有認識的人也知道 你去參加一個不公義的制度 到底對民主有甚麼幫助呢 其實幾乎是沒有的 建制派也不代表你可以立即入閘 由於香港現在的政治版圖 你嚴格來說 其實等於沒有選舉 因為所有 議席基本上全部控制了中國共產黨手上 以前 他們也要透過 香港的制度 搞地區工作 然後在地區搞選舉 以前的中聯辦是負責 在香港搞統戰 和選舉工程 但是今天就不再需要了 因為 議席根本就已經徹底控制了 說得白一點 香港根本現在嚴格來說不用區議會 全部是中國共產黨說了說 但是這個 香港 控制了 市民和反對派、民主派全部消滅了 他仍然要政治分贓 所以 議會的名義上繼續存在 大家不要忘記 議會本身就是有政治分贓的功能 說得難聽一點 就算 真的 有選票 選票 都是在反映那個 政治的光譜的比例 更何況裡面如果是沒有選票的 這個是徹徹底底的政治分贓 跟政府的工程差不多 圍圍圍圈 你又出標 我又出標 這就是違標 根本一早內定了誰要哪一份 這個就是香港現在 政治所謂的局勢 即是說香港現在 赤裸裸地變成了中國共產黨 徹底控制的一個附庸政權 一個這樣的政權 香港 最大的民主黨派居然 毫不猶豫跟你說我要參選 為什麼我們說我們這個節目 原本是不喜歡說政治的 尤其是我們2017年 這個節目和這個台正式 開始的時候 經歷了這個2017年的特首選舉 我們大家都同意 大家都認同 這個香港實在太不堪 香港的所謂 叫做政壇 根本就是烏煙瘴氣 來來去去就是一班人 想在裏面 政治分贓 如果你是建制派 坦白說 你要出來政治分贓 我們當你是政治投資 但是你香港的民主派 如果你走去 加入政治分贓 那麼其實 你跟建制派有什麼分別呢 你只不過是加入 是將政治利益要取回一份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看到 香港人一而再再而三被玩弄 為什麼每一次 有社會運動爆發 到最後 人們會後悔 跟著說我寧願 建制派好過了 沒那麼差 可能適合了一半 原因不是因為建制派不差 而是因為 有很多標榜 是民主的政黨 又或者是民主的組織 其實他們的行為 真的是相當之惡劣 正所謂 名槍二黨 暗戰難防 你是擺明 你說我一早是建制派了 我不反對 北京的 這樣叫做名槍二黨 我支持你 還叫做深金情願 但是最可怕的 其實是你說你是民主派 你說你是民主派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 你又包裝得好像是 但是你做的事情 其實各樣東西跟建制派一模一樣 暗戰難防 好啦 我也真的很持平地說 很持平地說 就算 現在的民主派真的做回民主 那部分應該要做的事 雖然也改變不了現實 但是這個 起碼是叫做 名正言順 是不是 你也改變不了現在的情況 局勢也不是你 香港 的少許的黨派可以改變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的 既然是這樣 那麼你走進去選舉做甚麼呢 為甚麼你不把 那個最後的明星 好好去保護呢 香港的悲哀 其中一個原因 正正就是這裏 是太多人 是口不對心的 其實 我們經常叫大家真是要珍惜一下 不只是說珍惜我們這個節目 珍惜我們這個台 身邊 有人跟你說話 口 心是對得上的 你要珍惜 口不對心的人 實在太多 說得難聽一點 就是跟騙徒沒有分別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亦有駕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着 由不一樣 productive 接送到까x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去的 大家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 聯読